我們的水它還可以 去除它的水中餘濾 甚至吸附一些有害物質 我今天有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這個豆腐 其實它是一個百葉豆腐 可是我加了一些化學物質 我自己有煮一鍋滾水 單純就自來水而已 因為煮炭鍋 它煮脂本身在生長的過程 它會吸收太陽的能量 它會產生礦物質 鎂鈣質 加這個化妝 我要凸顯說 其實食材有很多東西 它可能內含一些不好的東西 馬上那個就退了 變白了 對 它慢慢在做分解 吸附 好厲害 它其實火滾一點 它會分解 吸附的速度會更快 如果我是把它洗掉 整個水下就是黑黑的 黑黑 滷滷 但沒有 它是分解掉它是不是 它是用分解綜合的方式 讓它豆腐還原 不然你如果抹什麼東西下去 水就變熟了 沒錯 水又沒有變熟 對 為什麼 豆腐已經完全恢復到原來的顏色 黑黑 怕它跑去哪裡了 黑差很多 這就是滴汁厲害 我們現在來到處 要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水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那個水是洗過變黑 對 但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竹炭它是可以吸附 它沒有變黑 它沒有黑 而且它是整個是乾淨跟透明的 黑走去哪裡了 把它分解掉了 吸不掉了 所以我們吃的就會比較安心 這是 這是煮炭杯子 這杯子 我後來才發現 他們有出這種杯子 都是用煮炭做的 除了那個窩把是矽膠 它的杯深 裡外一體成型 就是用煮炭去燒出來 所以咖啡可以 對 因為它會讓 咖啡的苦澀為降低 你就可以喝到咖啡的香氣 還有那個順口的味道 但是它的咖啡那種 苦澀的味道就不會喝到 所以拿來泡咖啡泡茶都很讚 而且他們說好像水放進去 也會變成比較甜對不對 變成鹼性水 這是一般還沒有煮的 是從外面超商買的 就是一樣這一罐是沒有煮 這一個就是煮過的 用糊煮過的 而且它滾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鼻音 鼻聲音 滾 要快點火 然後味道出來 外面買的同樣的一瓶水 然後一個到那邊 一個這樣 對 我這一罐叫做 酸鹼測試劑 滴出來 它這邊有一個標示 滴出來它就是會 測試它的酸鹼 如果你是偏酸的 它就是 這個就是 黃色的 黃色的它是偏酸的 如果你是有鹼化 它就會變成綠色 甚至 偏藍色 這樣就很明顯了 另外一個也拉一下 沒有 還是一樣 好神奇 這就是煮炭的厲害